S.P.A.R. S.P.A.R. 奧地利 三路 好悠閒的小鎮 就是整個奧地利 三層跟高級威嚴 潘多夫 Outlet的地方 這是雖然小而美喔 你看它的屋頂的特色 有黑的 有灰的 有紅的 還有一些造型 在圓圓的地方 那邊就是一個湖別 灌溉孕域這邊的奧地利的葡萄園 在裡面 河頭 有白的地方 三層 桃 是 在這裡 三層 雞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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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 歐洲的小村莊呢 他們都有限速 有的是限速40公里 有限速50公里 那些數的話呢 就我們在開這一段的時候就必須 你不能超過40或者50 那就是一種 這種限速他都有兩種的去測量這個速度 第一個是將我們開過去 第二個呢他會去測這個平均的速度 就你這台車呢進到這個村莊 那假設這個村莊呢需要400公尺 那400公尺呢按照你的速度的話 如果是維持在這種40公里 那這樣大概我就需要 我是舉個例子我需要一分鐘 但是呢你可能開進去的時候只有30公里 你開出來的時候呢也是30公里 但是呢你只用了40幾秒 那代表你中間那一段一定有加快速度 那這樣呢也算超速 他們前後呢都會拍起來 然後去算這個平均的這個速度 有兩種 兩種的一個測速方式 就不會讓你看到那趕快油門 把它踩慢一點 讓速度降下來 那超過測速器再把它加速 這邊的話呢 他除了 一般的 那還有測量這種平均的速度 所以他們開進來那種 小數床的時候呢 都是必須要按照這個速度的一個規定 我不能中間那一段突然給他開快一點 出去再給他開慢一點 在前面的速度上 在旁邊的速度上 他嘗試的速度上 在旁邊的速度上 在旁邊的速度上 就像是 有一個速度上 多別的速度上 多別的速度上 都可以 到旁邊的速度上 有很多速度上